那就是吃饭吧 那我们去吧 这黑金刚真的太上紫薯了 那么紫 对 比紫薯 好好紫 你觉得是味道 好好吃 很有土豆的味道 首先 然后它一点都不硬 就是那种软软又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我觉得真的是太好吃了 它一咬起来是 土豆的味道特别地重 然后吃起来 还有一点咸咸的味道 像这种土豆 又是雪山水灌溉的 应该很好卖吧 现在没卖出去 没卖出去 对 它家里压了四千多斤 什么 四千斤多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 交通有问题吧 是不是 交通 因为你想 从拉萨的这儿 十个小时 如果像这种土豆 你运到北京 上海 成都 它的成本就上去了 明白 它压了四千斤土豆以后 它就放弃种土豆了 去拉萨打工的 但这土豆真的很好吃 如果没有人种的话 太可惜了 等一下去你家里面看一下吧 好 可以 那我们就出发吧 下雪了 下雪了 顿珠 这多长时间没下过的 我们这份天气 每天都要下雪 就这样 每天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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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气 对 这个天气都是变化莫测的 变化莫测的 上午大太阳 你看像我们过中午之后 马上下冰雹 土豆在这里 你土豆在这儿 土豆在这儿 你土豆不已经收成了吗 这我们家庄户都放在这儿 就冰箱一样的 是吗 没有冰雹 对 那看一下 好 我来玩 你来玩 这埋的有多深啊 不多 马上就出来了 你看看 土豆 你看看 好多 宝藏 都是宝藏 宝藏 天然的冰箱 像冰箱里面 是不是 这真的就是一个天然冰箱 这有连接近 制销土豆放在这儿了 对 所以这片地 其实都放了很多制销土豆 对 所以挖出来都是土豆 对 还有家里两千斤 家里还有两千斤 对 我们去你家里看一下 那走吧 土豆在这里 这一定有一百多斤 就是一袋一百多 这个就是开始有 牙出来了 是 长的那个时间久了 那这样还能吃吗 一个月卖不出去的话 那牙都长得还 这不能吃 这不能吃了 这不能吃了 对 所以时间紧迫 对 他们辛辛苦苦耕耕了一年 但是这些农作物却没有被卖出去 被埋在了土里 等待它发芽 等待土豆 不能再食用 不能再变成钱 意味着这一年的辛苦劳作可能即将百费 对 其实当时心里面挺心酸的 你有兄弟姐妹吗 有 都在家吗 没在 他们要上学 他其实辍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 弟弟妹妹 对 希望让他们上学 想当老师医生 所以他去拉萨打工 所以他去拉萨打工 做那七强 出去赚钱 出去 出去 出去去打工 是为了让他们上学 对 对 他们也上学 我听到他的故事以后 跟我有很多是有想象的部分 就是我们俩都是辍学的 那顿珠我觉得比我更伟大的是 他辍学以后去拉萨打工 然后他赚到的钱不是为自己 他是要给弟弟妹妹的 他去拉萨打工时他是迫不得已的 其实你是不愿意离开家乡去 到外面去打工的 对 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非常善良的人 其实对很多在城市里的孩子来说 他们可能都在上学 或者是在谈恋爱 或者是在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对于顿珠来说 每天都要辛勤的劳作 去种树斗 去为自己的弟弟妹妹交学费 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他肩上的这个担子很重 对 所以我们必须得把你这个土豆 就想办法给削出去 就能够跟家人团聚 然后同时也能够 相对来说 在这个氛围里面 就其乐融融的 每天在田地里面更重 对吧 所以我们最主要的 还是要把这里的土豆 要告诉所有的人 它真的是非常有营养 并且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希望大家会喜欢 对 特别想要做的就是 所有的农产品都推销出去 希望长远地 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到这边 所以顿珠菜可以回到家乡